行政院發言人丁怡銘惹出來的牛肉麵風波 那麼為此藍營照看記者會要求丁怡銘 應該要下臺來負責 但是看到行政院長蘇貞昌 他幫忙來護航 認為知過能改善莫大煙 他認為整件事情不需要無限上綱 大型豬道具再度出動立法院院會 議事持續空轉 這個已經排著一隻道具豬進進出出 八次了 都豬八戒了 來了第九次都被國民黨杯葛 原本十號朝野協商 你邀請蘇貞昌十三號來報告 怎麼因應美中台新關係 但國民黨團仍有異議 主張蘇貞昌先道歉才能上台 蘇貞昌院長到底什麼時候要誠懇的 跟人民道個歉 這個是人民很卑微的請求 適可而止 已經是第九度杯葛了 藍綠僵持不下 但最讓蘇貞昌頭痛的 恐怕是行政院發言人丁怡銘 惹出的牛肉麵風波 建議蘇貞昌 要麼請丁怡銘趕快自己請職下台 要麼趕快把他開除 結果你撒了一個謊 造成我們牛肉麵業者的形象 生意的損失 國民黨中央同步召開記者會痛批 丁怡銘將進口美牛與萊牛畫上等號 傷害業者生育 要求丁怡銘下台負責 極力替自家人護航蘇貞昌力挺丁怡銘 不讓這把火越燒越旺 記者藍青方紅心台北菜風報導